今天對的交通保安 想要去普悠馬號和泰魯隔號的票價 跟祖宮好來分開 不過這算是他們去到 當保民眾吃不滿 因爲他們說應該先到港的 市值高老 高級 高萬的祖宮好 而且在觀光業者也很歡樂 普悠馬號和泰魯隔號 較早起價影響到觀光 票價要去的消息團隊 在華人地區民眾這麼受氣 公告人報 現在票都沒有問題 就要不改改就要起價 等於是卡班人祖宮好要降價才對 我們這邊要到臺北的作業又少 你現在你又要調帳的話 不合理啦 應該是增加班次 我們可以調他的票價 聚光號甚至會比資強號還要快 那為什麼價錢還是都比比較高 觀光業者聽說票價去的 會對華人的觀光作成影響 也希望政府當時 華人地區等於是交通六歲進行 整個花費的提高了之後 可能相對的來花蓮 會降低了他來花蓮的這個意願 因為這是唯一一條比較安全 可以到達花蓮的方式 如果我們今天再把這個 快速的這個火車便捷的 這個部分去把價錢提高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降低了所有人 來花蓮玩的這個旅遊的意願啦 我是反對漲價 我反而認為那些 這個普悠瑪號泰魯格號維持原價 那麼舊的自強號是可以調降 用調降其他比較慢或者是比較舊的車型 來做一個服務跟品質的區隔 目前自強庫包括到普悠瑪號泰魯格號 台北港華蓮的票價是440戶 以後發生的企劃水 跟黨不約一個的研究 不過黨部的國民眾的 煩惱聲音已經開始了 記者綜合報道 謝謝